今天我们要搬新房了 就是把一楼的房间搬到二楼 最近天气不是变冷了吗 然后呢 下面两边的门 它也没有钥匙 睡着比较不安全 所以合伙人就跟房东说 让他把二楼也租给我们 前几天他们大概来清理了一遍 把东西都搬到新房子去了 今天就随便的来打扫一下 等哪天把东西搬上来了 再来上面睡 二楼这里一共是有两个大房间 一个小房间 一个客厅 还有一个厨房 一个厕所 看两个孩子高兴的 在床上蹦来蹦去的 就去下面拿了床单 还有床垫来铺上 让他们在上面玩 外面的这一个房间 还有一个书柜 到时候就让小西瓜睡着间 他可以在这里写字 我们也查不到他 房东虽然搬到新房子很多年了 但是他经常来这里打扫 还是很干净的 就是楼梯口 这里有一些灰尘 还有蜘蛛网 把他们从上到下的都打扫一遍 这个房子住了没有多久呢 他们就搬到新房去了 所以这个房子看起来还是很新的 今天就先这样子了 现在拿两桶水到地里面去浇菜 前几次种了菜 因为太干都没怎么长 这一次都不敢大意了 这个是萝卜苗 大部分的都已经长出来了 还有一些刚刚冒的一点点芽 今天下午多加一点水 晚上他就长得很快了 到明天早上再搅一次 出太阳的时候才不会被晒干 从种下去的这几天 每天都有浇水 生怕他哪一天就坏掉了 这边起了有四条笼 有两条呢 我是放的牛粪盖的种子 有两条是用的那个泥巴盖的种子 好像牛粪盖出来的出牙率他要高一点 很快就浇完两桶水了 又回去拿了两桶来浇上 合伙人他要去工作了 小宝他有点苦难就把他背起来了 不然在家里面哄着他陪着他 就做不完剩下的事情了 干脆就直接背起来比较好 菜地里面的水都还没有浇透呢 又拿了两桶水来浇上 这个虫也是好多天了 发了一点点小芽给我激动的 来来回回的提了几桶水 终于把这块地全部给浇上了 这个桶有点小 所以提的次数比较多一点 回去的路上看到一桶牛粪 把它捡回家去 就倒到这个专门放牛粪的这里 合伙人买了一点菜回来 他就去工作了 买了这么多的虾子 分为两次吃 粉丝是泡过一遍水了 把切好的虾子就把它摆到盘子上面去 切了一点蒜末放到锅里面 再加一点生抽 还有蚝油炒一下香一点 不然两个孩子觉得有点辣 不喜欢吃 就直接放到蒸笼里面去蒸着 又来切一点猪肉 切成薄薄的一片 还裹了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就放到锅里面去 跟冬瓜一起煮熟 放一点盐 还有味精调一下味就可以了 糖菜煮好了 这个虾也煮好了 大宝和小宝都很喜欢吃的 粉丝也很好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